欢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 科幻电影《海市蜃楼》 这是一部评分很高的西班牙科幻电影 虽然取材于常见的平行宇宙和蝴蝶效应科幻主题 但是好在导演的功底足够深厚 极为高超而又流畅的叙事手法 跌宕翻转的剧情 让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变得精彩分成 电影的开始 这个城市出现了一种极为罕见的对称风暴 天空中阴云密布 雷声滚滚 闪电时影失现 仿佛整个天空即将崩塌了 屋内一台老旧的电视机正在播放着当天的新闻 此时正是1989年11月9号 柏林墙拆除的前夕 母亲出门上夜班 男孩尼克独自一个在家中 他正用摄像机记录自弹自唱的视频 这时尼克听到邻居家传来的争吵声 尼克潜入邻居家中 却迎面撞见了倒地死亡的邻居太太 以及正持着刀的邻居先生 安赫尔 尼克惊慌失措 夺门而逃 却不幸遭遇车祸 他的好友艾托 目睹了尼克的死亡 11月10号 一道闪电批中了学校的钟 学校的电力系统崩溃 停课一周 安赫尔将妻子分尸后 开车前往屠宰场处理尸体 被警察逮捕问罪 多年后 女主角维拉在列车上 与尼克的童年好友艾托相识 并成为密友 两人在游戏时偷走了车站的站牌 维拉又通过艾托认识了他的朋友戴维 尽管当时戴维还有女友 但维拉还是对戴维一见钟情 他们相爱后 结婚并带下一个女儿 为了照顾女儿 维拉中途放弃了学业 和成为精神外科医生的机会 成为了一名助理医师 2014年11月 天空再次出现 与25年前一样的对称风暴 维拉一家人搬进了新家 这个新家就是小男孩尼克 曾经住过的房子 维拉从丈夫戴维的衣服里 发现了一包火柴 戴维神色慌张地解释说 是出差时没忍住抽了一根烟 并把火柴丢出了窗外 维拉从家中翻出了尼克曾经的电视机和录像机 一家人一起看了尼克录制的录像带 在没有安插录像带的情况下 电视机突然诡异地 自己播放起了25年前 关于柏林墙的新闻 第二天 维拉邀请艾托和她的母亲克莱拉 一起来新居用餐 聊起了录像机和电视机的怪事 艾托的母亲回忆起了25年前的故事 半夜 维拉突然发现 客厅的电视又开始自己播放新闻 便独自起身查看 突然 电视机画面中出现了1989年的尼克 并向她打招呼 维拉吓坏了 她关掉电视转身就走 可是善良的她 想到艾托讲到的 尼克会死 她又回到了电视机前 两人在相同的地点 用录像机和电视机建立了连接 尽管相差25年的时间 维拉生死历劫地劝说着 让尼克不要去邻居家 然而尼克并不相信 维拉告诉尼克 我和你的好朋友艾托关系很好 并用手机给尼克看了 尼克死亡的报道 而且尼克看到了 维拉曾经和艾托玩耍时 偷走的车站站牌 最终 尼克并没有偷偷潜入邻居家中 也没有发生车祸 历史重新被改写 维拉失去知觉 当她再次醒来时 周围的一切都开始不对劲起来了 她发现 自己没有了女儿 戴维也不再是自己的丈夫 她并未放弃学业 而是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 记忆错乱的维拉来到警局寻求帮助 莱拉警长接待了她 维拉闯入她记忆里的新家 试图找出电视机和录像机 却发现已经有人在她到来之前闯入过 电视机和录像机也不见踪影 这时房子的主人 戴维和前女友出现 原来他俩已经结婚并住在此处 他们叫来了警察 慌乱中 维拉躲进了邻居安赫尔家中 发现 安赫尔非但没被绳之以法 还和自己记忆中的好友 艾托的母亲克莱拉 生活在一起 维拉躲在艾托的车中顺利逃离 但却发现 艾托也已不认识自己 维拉告诉她 安赫尔是杀人犯 但艾托并不相信 眼前这个陌生女人的疯化 维拉看到电视新闻中的报道 一位作家在小说海诗慎楼中 预知了这几日的风暴 这位作家接受采访时表示 她的灵感来自于一位孩子的经历 她发现 海诗慎楼中的故事 正是自己所经历的 便与莱拉警长一起 找到了这位作家 打探线索 却发现 这位作家也无法联系上当事人 线索就此打住 但维拉也从作家口中得知 连同的时空是异常的天气现象导致的 如果想再次改变时空 必须在雷暴结束前 回到相同的地点 与1989年的尼克取得联系 维拉想起案件新闻中提及的屠灾场 于是 莱拉警长出动警力 从屠灾场中找出了被杀害的 安赫尔的太太的尸骨 她迫切地想找到成年后的尼克 莱拉警长给了她一个地址 维拉跟着地址摸索 却发现来到的是女同事的家中 维拉在茶几上看到了一包熟悉的火柴 她冲入卧室 发现了出轨的戴维 维拉伤心至极 她现在只想找回女儿 维拉威胁戴维 利用银行高管的身份 查询尼克的信息 并根据信息找到了尼克家中 惊讶地发现 原来莱拉警长就是尼克 而自己已经是尼克的妻子 画面切回1989年11月9号的晚上 邻居太太撞见丈夫安赫尔 与爱托的母亲克莱拉在家中偷情 推丧中 邻居太太被刀刺死 住在隔壁的尼克 听到了动静 但由于电视里陌生女子维拉的劝阻 她没有进入邻居家 11月10号 尼克发现学校的中 真的如电视里的女人说的那样 被雷击中 但尚且年幼的她还是对发生的事感到困惑不已 决定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尼克趁安赫尔开车外出 偷偷潜入她家 发现了邻居太太的尸体和一本假护照 这时安赫尔返回家中 尼克慌乱中躲入床底 目睹安赫尔分尸了自己的太太 这时 克莱拉向安赫尔打来电话 称自己的手表落在了她卧室的地板上 尼克拿着客友CM的手表 惊险逃离 尼克把事情告诉母亲 并一起报了案 然而尼克的证词中出现了超自然现象 警方并不信任一个孩子提出的指控 再加上安赫尔有伪造证据 证明太太已经离开自己 前往西德寻找男友 并声称是尼克闯入她家 偷走了手表 尼克把手表归还后 与母亲一起搬离了原本的住处 搬离之前 尼克试图利用电视机 再次与维拉取得联系 除了一次恍惚闪现的人影 什么都没出现 尼克被送去各种各样的精神检查 和康复机构 期间 尼克的母亲向一位作家兼教授 讲起了尼克经理的遭遇 之后 这位作家把尼克的经历 写成小说 海市蜃楼 其中提及 2014年11月会出现 与1989年11月 同样的对称风暴现象 尼克想起自己 在与维拉的跨时空对话中 想到了维拉曾与爱托偷来的车站牌 便每天守在车站 直到他真的看见了当年 出现在电视机里的女人 维拉 此时的尼克已经长大成人 并成为一名警长 他在列车上与维拉相识 并坠入爱河 但他心中的困惑和秘密 还一直无法解开 也无法向维拉坦白 自己与他的相识 其实并非偶然 直到今天 维拉忘记了之前发生过的所有事情 只是拼命地寻找自己的女儿 并且彻底忘记了尼克 尼克大致猜到了 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而且真相也迟早会浮出水面 尼克将安赫尔和克莱拉带回了警局 克莱拉手上的表成为了证据 与他当年的记忆吻合 两人等待进一步地调查后审 他返回家中 向维拉坦白 之前是他闯入戴维家中 偷走了电视机 而尼克给他女同事家的地址 是为了帮他认清戴维是渣男的真相 尼克劝刚刚恢复这个世界记忆的维拉留下来 不要尝试再去改变时空 而维拉却执意 想要再次改写历史 因为他不能失去女儿 他对着尼克深情地说了一句 以前我救过你一次 这次换你来救我 便从阳台纵身一跃 尼克为了救回维拉 赶在雷暴结束前 与25年前的自己取得了联系 历史再次被改写 维拉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戴维就在身旁 女儿也在 维拉从院子里的草地 反处丢出窗外的火柴盒 确认戴维在这一时空 依然是出轨的 他独自一人前往屠宰场 挖出尸骨并报案 警察赶到了 不出所料 来的人正是尼克 两人深情凝望 故事完结 我们认为 在维拉跳楼身亡后 未来的尼克告诉12岁的尼克 不要去邻居家 也不要试图寻找和联系维拉 因为他会在25年后 主动找到你 除了精彩的叙事外 这部电影还包括了很多有趣的彩蛋 在电影一开始时 男孩在开始自弹自唱 歌词的意思就是 我在前面走了太远 你呼唤着我 我却听不见你的声音 于是你说 慢点走 我跟不上 时空倒转 从开始 导演就埋下了伏笔 这是一部 关于时间穿越的电影 维拉从背后拥抱丈夫时 丈夫手里拿的书 正是科幻大师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 《调查》 维拉和艾托在电影院所看的电影是 《荒岛余生》 和《超时空接触》 导演同时在向这两部电影致敬 维拉在图书馆看到海市蜃楼时 书中写着史蒂芬霍金的一句话 我注意到 即使那些声称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而且我们无力改变的人 在过马路前 都会左右看 导演或许想提醒我们 根本没有命中注定 只有不断犹豫的人 当你不再犹豫和命运抗争时 你才能守护你所爱的人 我根本没逃我的 这个原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